首先是不是請主席幫我恭請我們那個教育部的林政務次長齁 林次長 以及我們那個全序部退伍師的理事長 謝謝 退伍師的理事長 陳委員好 辛苦啊 好,那我首先請教理事長齁 那有關你那個公教的優惠存款齁 從民國幾年開始實施 法委員,從民國47年開始 從民國47年開始實施 當然是有它的歷史背景 那當初為什麼會制定所謂的公教人員優惠存款 我相信只要身為中華民國國民 大家非常清楚 因為早期一方面是為了要鼓勵所有的一些公教人員 那當然也肯定所有的全國的公教人員 所以說才會有一個所謂的優惠存款的方式來做一個補貼 那當然有關於那個行政程序法是在民國90年正式通過嘛 那我請教一下齁 那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當然法律本身假如說沒有民定的話 當然由法律來定資嘛 那有關於那個從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 那有關於優惠存款是不是還有繼續在實施 是的 沒有錯嘛 所以說標示過去 民進黨的接政百年 他也肯定有關於公共能優惠存款嘛 是不是 對 那我請教市長你在那個退伍式在那邊服務多久了 退伍式總共七八年 七八年嘛 那所以說標示說過期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優惠存款還是繼續在實施 繼續在推動嘛 那所以說表示不管是過去的政府 以及現在的政府 大家還是非常肯定所有的全國的公教人員嘛 所以說優惠存款繼續來推動嘛 是不是 所以說我在這裡還是非常尊重所有委員的發言 那當然有關於那個平良心來講 因為現在目前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有關於所有的一些公務人員本身 所謂優惠存款這個區塊 當然也有部分認為社會觀感不好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是見仁見智啦 當然我個人是一個謙見 我個人說公務人員 應該要自己鼓勵 當然本身也必須要考慮到所謂社會觀感的問題除外 那也要對公務人員還是要有所肯定啦 那因為現在目前我們要討論的是 有關於公教人員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今天是為了所謂的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的草案 大家共同集市廣義 要來討論這個議案啦 那當然本期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有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裡面 是不是涵蓋所謂的教職員的公保年金 那他本身將來要定的利率是多少 所得地利率 0.65 0.65 一般的國保是多少 1.3 1.3 那當然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一般的國保就1.3 那有關於學校教職員 將來的公保年金是0.65 等於是他的一半 當然依照我所了解 包括我們退伍士這邊 以及教育部這邊 大家能夠共同集思廣義 最主要是希望將來 有關於這個制度能夠非常的合理嘛 那所以說我個人的詳細去做一個清算 因為當初為什麼會定所謂的0.65 是不是能夠請市長做一個說明 是 這個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啊 之所以要定0.65 在這個規劃的過程中間呢 我們一定要先考慮到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公保的財務的穩健性 第二個是我們公教人員 將來退休以後 他所領的退休所得 這些退休所得應該包含他的第二層職業年金 跟第一層的公保年金 那這兩層年金加起來 不應該超過限職人員的限職待遇 哦對沒有錯 所以在這個思考之下 我們考量到精算的結果 如果用0.65去算的話 第一個會使我們公教人員退休以後的退休所得 不會超過限職待遇 第二個我們公保不會因為這樣子 14年金要增加提拨率 導致於政府或個人的財務負擔 所以規劃的結果 0.65是一個最可能的上限 再超過的話 他就會變成 退休以後領的人比限職還高 而且政府必須要多出很多錢 好 那我請教一下市長 那個市長 因為剛剛市長在說明的過程當中 應該你也聽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為什麼要點出這個問題 因為本席也接受到 不管是私立學校的教職員 以及公立學校的教職員 向本席來做一個反應 他們一直認為非常不公平 就是說公立的部分 他認為他的所謂的所得替代率0.65 他認為太低了 那私立的部分定為1.3 他也認為太低 他甚至要求說希望能夠比照 老闆年紀1.55 那當然本席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剛好這個會期 擔任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招委 那所以說他也一照的 向本席來做一個反應 當然我盡用這個機會 首先請市長做一個說明 最主要是要讓教育部這邊了解 希望你們能夠多加的 多加向所有的一些全國 不管是私立或者是公立的教職員 來做一個宣導 讓他們本身能夠了解 因為本席也詳細去精算了 有關於他本身有一個月退金 雖然現在目前有關於 那個公保年金還沒有正式來通過 但是他還有所謂的一次養老給付 再加上有部分能夠領到所謂的優惠存款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最主要是他退休以後 他總所得不要超過他目前的興奉 那所以說我認為 我們那個前術部這邊 所設計的這個制度是非常合理 但是還是有很多公教人員 不管是私立的或者公立的 他們還是一直有意見 那包括私立學校的部分 他認為所謂的1.3 他也認為不合理 他說希望能夠比照老闆年紀1.55 當然本席也曾經跟他們做一個說明 我說你們本身要去精算到 你們將來所領的所有的各項的幾戶 加起來的總額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們的期待 那所以說本席也非常 不客氣的向他們做一個回覆 當然也造成本席非常大的一個困擾 那所以說我用這個機會 也希望我們林鄭次這邊 能夠多多加以宣導 讓他們本身能夠了解 你說好不好 那林鄭有關於現在目前 公務人員退休法 現在目前要從原來的75次 改為85次 那當然這個變革是相當的大 那當然也對所有的一些 所謂的國中小教職員衝擊滿大的 那本席也感到非常憂心 因為本席所了解到目前為止 在社會上還有很多俗稱的所謂的流浪教師 那依照教育部這邊的了解 到底目前有多存在多少流浪教師 我們目前來講 根據我們的資料 目前是一萬八千人 一萬八千人 一萬八千人 就是未有就業的紀錄 我們沒有找到他們紀錄 因為他本身有取得所謂的教師資格 但是找不到頭路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隱藏性的事 還有很多 那所以說我要借用這個機會 向你說一個建議 因為改為85次 本席是感到非常憂心 最主要理由是 第一點 因為國中小教職員他本身的壓力 遠遠比上所謂的大專宴校的教授老師校長 他本身壓力還大 那所以說 國中小他本身教職員的壓力 我相信你本身的教育部 你也非常清楚 那所以說他們本身假如說 現行的75次 事實上他們是能夠接受 那你假如說要改為所謂的85次 事實上有很多老師他本身身體 真的是沒有辦法負荷 那所以說將來的教育品質 可能會低落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事實上那個壓力喔 是哪一個級的比較大很難講 我過去在大學教書啊 我們很多大學為了拼論文 為了拼聲等 那壓力相當大 那現在這個主要是75次 因為最近鬧得灰癢癢有關於學校霸凌事件喔 有沒有大專業下 沒有 但是因為他 都是國中小的比較多 那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也造成 教師他本身也有很多的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當然再加上本身 為了所謂的促進學校教師也能夠新陳代謝 讓一些流浪教師能夠取得相關的教師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斷然實施85次 事實上齁 說句實話啦齁 真的值得我們教育部這邊三思而後行啦齁 那而且有關於本席這邊也收集到相關的一些資料啦齁 因為你看齁 你們那個草案第六條裡面規定齁 他有關於借領退休65歲齁 那然而有關於大專教授及大學校長 借可以延長退休最多到70歲啦齁 你認為這個合理嗎 這個因為是過去了 退休條例就有針對大學的教授是可以每年延長 可以達到70歲 本來就有了 這沒有動 那但是因為校長本身是個教授 他假如在服務期間來講的話 沒有給他達到這個相同步來修正的話 對校長不公平 因為他到65歲之後啊 他按照教授他可以達到70歲 可是他任職的話 就只能領一次退休金 啊不然就不要幹 所以這個部分對學校是一種損失 對國家社會也是個損失 所以後來未來考慮這個恆平啊 我們特別才加這個條例 可以給那個校長來延續 那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啊 影響人數也都非常的少 以到目前為止 大概今年來講的話 大概可能會影響 衝擊的大概只有7位而已 我們解除這個問題齁 是希望我們教育部這邊能夠去思考啦 事實上齁 社會上的議論還是有聲音啦 也認為非常不公平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你草案第七條裡面規定齁 命令退休相關事項齁 其中對於身心障礙不堪 勝任本職工作職齁齁 亦無法擔任其他職務之教職員 如其不配合提出相關醫療證明 那當然學校就能夠 把他強制來辦理所謂的退休啦 那我請教你齁 身心障礙者 欸 我認得對他不公平耶 那你的 你本身你的所謂的標準在哪裡 不堪勝任本職 我這幾幾 光是這幾 這六個字齁 我認為齁 有一點太過於籠統啦 我們當初設計啊 那你如果去認定他說 不堪勝任本職 最主要就是 當初這勝任定來講 最主要以精神病為考量 精神病 那你乾脆就直接把它明定嘛 不然的話你隨便找一個理由說 身心障礙者 事實上身心障礙者涵蓋很大啊 半開玩笑 有很多所謂的小兒麻痺 他算不算身心障礙者 我們不能夠歧視 所謂的身心障礙者啊 對不對 不能夠剝奪他的工作權嘛 那所以說我認得第七條 有問題啦 本席將來還是會提出來修正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有關於現在目前 造成所謂的各縣市政府 為了發放所謂的教職員 所謂18%這個問題 造成縣市政府有很多財務上的負擔 那這個問題教育部如何解決 目前來講話 事實上啊行政案主計處 每年都有針對他們實際 角落差額的補助啊 百分之60左右到80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啊 一般交易補助款裡面都涵蓋戰區 我知道啦 因為我跟你講喔 本席是前國總工會理事長啦 台灣銀行也有台銀工會啦 那當然他也向本席來作為反應啦 他說對他們本身台灣銀行衝擊很大啦 他甚至提到一點喔 他們要換下去了 因為那些所謂的幾乎喔 雖然不是呆帳啦 當然也形同所謂的呆帳 對他們台灣銀行的引力也造成很大衝擊啦 那當然我點出這個問題 當然也希望我們教育部這一邊喔 能夠跟各縣市政府大家共同坐下來談 提出一個所謂的解決方案啦 那不然的話 說句實話啦 館期政府也不在意啊 小龍掛在那裡不在意處理啊 那對台銀來講非常不公平啊 所以說我怕工會會有動作啦 所以我希望這個機會 也鑒請我們教育部這一邊 能夠協調各縣市政府 大家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好不好 這個部分牽涉到兩院 包括考試院全序部 因為整個基金他們在負責 那我們一起來共同來協調出來 好 那就拜託 教育部以及考試院全序部這一邊 共同召集各縣市政府 能夠來提出解決方案 來解決有關於現在目前 機械台灣銀行公教人員優惠存款的 這一個所謂的差額的問題好不好 好不好拜託你喔 希望你能夠在一個月內去召集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我們我們要應該最主要的那個 整個那個基金的整個設計來講的話 管理來講是在前序部 所以我們會配合前序部來處理 好 那請前序部回答一下 請你們來召集相關的協調會議喔 沒有說叫你們一個月內馬上解決喔 我們這個發問我們會馬上來處理這個事情 好 叫你們協同教育部共同召集各縣市政府 來解決有關於基欠台灣銀行 公教人員優惠存款這個差額的問題 我沒有說是呆帳 我不敢說呆帳 其實這個問題全序部多年來一直很認真在處理 好 我們上一個月才開過會 我們上個月才為這個事情開過會 好 那就繼續推動啦好不好 你一開月來再接一次來看看好不好好不好 好不好 希望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好不好 謝謝 報告委員會現在休息 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